第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于9月24号在广西南宁开幕 东博会自2004年创办至今 积极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早期收获 而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 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开启相钻成贯新阶段的本届东博会 在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加快推进的背景下 如何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助力升级版自贸区建设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兼职副会长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经济学院学术院长 李光辉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 独家专访进行解读 李光辉认为 20年来 东博会在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和友好关系 促进中国和东盟区域经济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 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通过东博会平台 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 资源要素在这里聚集 双方企业相互了解不断加深 相互合作取得好的成效 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和友好关系进一步密切 各方通过东博会平台的要素流动 形成新发展 引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方向 中国东盟博览会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又是一个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 一个传播整合促进 这样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搭建过程当中 它既能够起到对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 不断深化 提供一种信息和决策的作用 同时在这个平台上 又可以各种要素的流动 形成了新的发展 引领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方向 李光辉表示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实施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有了早期收获计划的创举 使得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很顺利 同时双方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2013年以来 中国与东盟贸易年均增速7.5% 2023年 双边贸易额达9117亿美元 预计今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 当前 世界经济发展趋缓 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 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都发生着变化 在李光辉看来 在此背景下 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意义重大 李光辉表示 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和目标相似 都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 处于节雇转型产业升级发展要求迫切的阶段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中 涉及的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 供应链连接 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 将推进中国与东盟相互贸易 投资和服务贸易新发展 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同时 促进东亚区域经济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对于东亚区域经济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经济 将起到稳定的作用 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绿色经济是未来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 李光辉认为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过程中 制定关于绿色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定 标准和合作领域等很有必要 我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 一定在谈及绿色经济发展当中 一定会做出很多的具体的规定 和具体合作的领域 甚至我认为可以制定 在这个3.0版当中 会有一些关于绿色经济发展的 一些规则 规制和标准的问题 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在自贸区 就是中国东盟3.0版自贸区当中的 这种规定 这种内容一定会有 李光辉表示 在绿色经济方面 要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绿色引领结合起来 中国东盟之间的这种合作 应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 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来构建 中国东盟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链 进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ате 你看 moyens